欢迎收听电影老实说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星期三 我是Elly 我是Dev 最终要来讲星期三 这是来自于阿达一组的 算是系列外传吧 对 没错 它是在Netflix上面上架的 美国恐怖喜剧影集 说到这个星期三这部影集 我会想到另外一件事 我前阵子才知道有个词叫做 夜剧 夜剧 夜剧它的全名叫做 Young Adults的影集 我刚刚还想说是什么 夜晚的夜是什么 只能晚上看吗 对对对对 我是Y.A.Y.A.G Y.A.G. Young Adult 对 Young Adult 我前阵子才知道这东西 然后后来发现说 其实Netflix很适合拍 夜剧 夜剧讲的就是青少年电影 它才会让我们回味到当时高中啊 大学啊 你在学生时期做一些疯狂事情 我以为Y.A.G.是给青少年看的那种剧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看过这个东西 然后Y.A. 我们定一下它的范围好了 它好像是13到18岁 其实就是台湾所有青少年啦 但是他们是Young Adult 年轻的成年人 所以意思是指 是专门给青少年看的剧吗 我觉得是耶 因为我之前 就是在Netflix出来之前 其实也有Y.A.小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套叫做夜行者 也是在讲吸血鬼的 而且我觉得目光之城也蛮Y.A.小说的 还有什么向达伦大冒险啊 你不是最爱的吗 对啊 你说Y.A.剧指的是给青少年看的 那如果成年人也喜欢看的话 还是怎么样 像我们现在不算是青少年吧 但是我们喜欢看 那你就喜欢看 我一直以为 这部影集的主角都是可能年轻人 13到18岁之间 然后去拍这部影集 它主要在讲校园的生活 这类的称为Y.A.剧 对 我觉得应该两个都可以吧 因为像是怪奇物语 我觉得也是Y.A.剧 对啊 然后Netflix也有很多啊 像是什么《性爱之修士》嘛 对啊 还有比较早期的是什么 《汉娜的遗言》 和什么《去他妈的世界末日》 《去他妈的世界末日》是 对对对 两个年轻人然后失奔嘛 对对对 就Netflix就很擅长拍这种剧 那我问你一部影集算不算Y.A.剧 《鹿角男孩》 哇这也有点难耶 因为它的主角是个成年人 跟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他遇到的烦恼不是青少年会遇到的烦恼 哦对 青少年遇到的烦恼可能是 他暗恋班上的某个男生或女生啊 或者是跟爸妈吵架啊 梦想啊之类的啊 我知道有点像旌旗少年 哦有可能 对 所以这样讲下来我觉得Y.A.剧 如果是我啦 我在思考这样推论下来的话 会觉得比较偏向是主角群 是以青少年为主 好那我们回到星期三里面来 那A.李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星期三的一些背景吧 好星期三它就是改编至阿达一族 那它的主角是阿达一族的星期三 所以才叫星期三 阿达一族的女儿星期三 对 不要讲连结束 不然没看过阿达一族的还是会觉得 哈阿达一族的星期三 你知道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 诶可是阿达一族这个翻译啊 我觉得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家庭 嗯 我以为他是一个类型的人 哦 我有记得另外一个日本的卡通还是什么 好像也是类似叫做阿达一族还是什么的 但是那个 那个家庭呢 就是非常凤凤点点 就是真的阿达阿达的那种 对而且他娶阿达 我也觉得 诶对对 你他们是不是阿达阿达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不只是Adam 对 他们是姓Adam的一家人 对 但是中文翻译通常会翻成亚当 嗯对对对对 对不对 像那个心爱自秀士 刚刚提到 心爱自秀士里面就有个角色叫Adam 但是我们翻译过来就叫亚当 所以正常来说可能叫做亚当一族 或亚当一家 对亚当一家 对 但是翻成阿达一族就感觉有点 智障智障 对对对 就不符合这种 他们这种黑暗的风格 但可能就是想要走搞笑的感觉吧 所以才翻阿达一族 如果你翻亚当一家 可能就有点太严肃之类的 哦对 其实如果说亚当一家 感觉好像是讲什么 温馨感人的家庭的故事 像最近什么哈勇家 你又没看过这部片 不要在那边乱揣测 好那这个星期三的导演呢 是提姆波顿 他的作品 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啦 像是剪刀手爱的花 或者是地狱新娘 你有看过地狱新娘吗 有小时候也是小时候看过 但是可能也忘记了 那你会觉得很可怕吗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是动画嘛 然后那动画 我觉得就是有点假 所以不会让你觉得 跟你现实生活有一些相关 那你有看过另外一部 我还蛮喜欢的 叫地狱怪犬 也是提姆波顿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有一个小男孩 他狗狗死掉了 然后他就把他 电极复活 是不是类似科学怪人的作品 他把他的狗 变成科学怪狗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可能也是有看过 但是我没有印象 因为我们前几天的时候 我才回去翻 Disney Plus的 阿凡达第一集 就刚开始看的时候 就一直跟Aline讲说 为什么我完全 对这一段没有印象 就是开头那一段 你知道吗 我一直印象中就是 他已经很后面了 然后已经跟女主角 在谈恋爱了 你就只记得 他跟女主角谈恋爱了 我只记得 他们变成阿凡达 跟娜美人 他们有的 那些纠葛的过程 完全忘记说 前面男主角 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来到这个星球的 而且我那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第一集阿凡达 就已经高达 两个小时41分钟了 对没错 殊不知 下周的阿凡达第二集 要高达三小时14分钟 快三个半小时了 我们继续回到星期三 提姆波顿身上 这几部作品都跟星期三 蛮像的 我觉得 所以我一直以为 阿达一组 其实是提姆波顿 原创的作品 其实认真说起来 提姆波顿会很适合 去做星期三的影集 为什么 有很大的原因在于 提姆波顿很喜欢做 跟哥德封哥有关的 电影或影集 像是你刚刚说的 《剪刀手爱德华》 或者是这个星期三 或者是之前他 跟强尼戴普合作的一部片 叫做《断头骨》 对 那几部片 其实都是跟 哥德封哥有关的东西 这样听起来 他好像还蛮常 跟强尼戴普一起的 因为像是前阵子 好像Netflix 还是HBO GO 上面有一部电影 叫做《黑影家族》 然后我一直以为 它是阿达一族的延伸剧 因为它的整个造型很像 然后视觉风格也很像 然后主角又是强尼戴普 我就想说 强尼戴普去演阿达一族 好像蛮适合的 而且还有一部也是 就是《巧克力梦工厂》 对耶 也是强尼戴普跟提姆波顿 因为他们两个 好像一直以来就是好朋友 所以他们两个很常一起合作 所以你几乎只要看它是强尼戴普的片 大多都是提姆波顿 尤其是强尼戴普很红的那些片 除了《神鬼奇航》 我不确定是不是提姆波顿的 但应该不是 听起来 应该不是 反正就是一个风格很强烈的导演 对 但说起来 我自己在看提姆波顿的一些电影的时候 它的整个剧情的安排 我有时候不是很能接受 为什么 像剪刀手爱德华 它的很多 可能剧情原本是这样 然后下一秒突然又转了 在《星期三》这部影集里面 应该也很常看到 就是前一秒可能那个男二 还对他很讨厌 下一秒 他突然就好像没事了 两个又继续在聊天 你说他情绪转折不够细腻 应该说没办法让我接受 那其实我觉得 这样子的安排 有点像是童话 就是里面角色 他的性格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很单纯 对 就提姆波顿的故事都给人一种 很童趣 很单纯的感觉 然后那些角色 一定会有一颗善良的心 像剪刀手爱德华就是 而且看到《星期三》这部作品 其实也是 虽然女主角《星期三》 是一个非常厌世的小女孩 但是他也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对没错 老实说你不觉得 《星期三》的反派 也没有让你觉得真的很邪恶 我不会觉得这个反派 会让我害怕 我会觉得这个反派 有点好笑 是因为动画吗 不是 为什么 你说那个怪兽是不是 我不是说那个怪兽 最后被复活起来的那个阵仗 应该也是因为动画吧 也是有可能 但是他的反派就是没有那么可怕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那怪物真的觉得 有点害怕 但是到后面又觉得有点假 然后那个眼睛又打得 有点像大阪的咕噜 啊 对 好 但无论如何 这部影集还是排进了 Netflix英文影集的前三名 史上前三名 他现在观看量已经到达七亿多小时 而且我记得他首周的观看量 已经超越怪奇无疑第四集 对 那时候我看到有吓到 我先想说干 怪奇物语那么久的IP 竟然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就被星期三给超过 我觉得这跟阿达一族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阿达一族可能 196几年开始出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就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IP了 但我后来查一下不得了 他1938年的时候就出现了 那时候甚至还没开始打二三 等于说他们累积了将近一百年的粉丝 对没错 好那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阿达一族的整个发展的脉络好了 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在1938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他是出现在纽约客杂志的漫画版上 然后他的创作者他真的叫Adams亚当 阿达 对 那他是一个漫画家就是查尔斯亚当斯 我是觉得啦 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资料之后 就觉得说阿达一族有点像是在讲他人生故事 怎么说 像是阿达一族的这个妈妈 摩地女 她都穿着一身紧身的衣服 据说啦 就是取材自她的第一任妻子 巴巴拉蒸蛋 那想法一样那么的古怪跟那么的黑暗吧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啦 我只能看他的外形嘛 但是他跟他这个第一任妻子 在结婚八年之后就离婚了 然后亚当就娶了第二任妻子叫艾斯戴拉巴布 那据说啊是长得更像摩地女 有点像是他的夫子人 而且呢 这个艾斯戴拉巴布 真的蛮阴险的 就是他拿走了阿达一族的电视电影版权 然后后来呢 这个查斯亚当就跟他的第三任妻子 一起搬到了纽约的一个叫做沼泽庄园里面 对 所以他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蛮割德的 你对割德的定义是什么 为什么觉得他故事蛮割德的 就他老婆长得很像摩地女啊 然后第二任就很阴险 然后第三任跟他一起住在沼泽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摩地女的形象是来自于他三任老婆吧 可能啊 三任老婆的结合吗 有可能啊 对吧 你不觉得听起来很像吗 就是各种元素都掺杂在一起 这样讲起来该不会阿达一族的老公就是他自己吧 有可能啊 然后就显现他自己多爱他老婆 但他老婆就是如此的病态 可能这是他想象的美好的家庭的样子 你说割德式的血腥家庭是他想象的美好家庭吗 对 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嘛 对啊 那真正让阿达一族大红大直的是从1964年 这个阿达一族系列漫画呢 他被发展成电视剧 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也加入了一些喜剧的元素 就让他整个比较轻松 我现在在PTT上面有看到 这个关于1964年的这些影集 他黑白画面的 但是他现在好像没有中文翻译 所以可能要懂一点英文可以再去看 但是看得出来跟现在的星期三是有蛮大的不一样 怎么说 那时候蛮多的一些梗 都是比较偏黑色幽默 是真的很地狱的那种 像是阿达一族里面有Uncle Fester吗 Uncle Fester在那个影集里面呢 就不断在邻居的地下室做炸药 那搞得邻居根本没办法住下去 然后我们还会看到什么 Uncle Fester跟他的阿嬷 两个人在地下室还是哪里 然后在那边练习射击啊 就是说什么晚上去把邻居给杀掉啊 好像真的蛮地狱的 他真的蛮邪恶的 对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很正常的 然后但是邻居就是邻居是正常的 然后邻居就会看他们很不正常 想要赶快搬走 这在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世代好像没办法播出 我觉得播出应该会让很多的喜欢 因为像这次的星期三播出之后 有很多老粉都会说什么 没有以前的阿达一族好看 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在于 他们的黑色幽默不够黑色 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星期三的嘴巴讲讲而已 对就打砸嘴炮嘛 对并不是像以前那种Uncle Fist的直接在人家地下做炸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点啦 就是在星期三这部影集上面没有看到那么多的 阿达一族的黑色幽默 因为像是星期三在影集里面做过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真的把泰勒绑起来 然后行求他 但我觉得那一段真的制造的已经不好笑了 那一段整个氛围给我的是他很严肃的在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对他来说是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或者是这段的笑点在哪 我gap不到 可是我记得你那时候笑得蛮开心的啊 是吗 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什么 你看那些同学都只是闹着玩 只有他是认真的 我真的笑得很开心吗 你那时候笑得很开心啊 天哪 这时候现在在批评他 但可不老实哦艾里 我那时候笑得很开心吗 但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蛮可怕的 还是 还是我觉得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好笑 我觉得那时候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那一段反而是 可能星期三里面最黑色幽默的地方了 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可怕 就是要是有一个同学像星期三这样 把我绑起啊 然后惦记我我应该会吓死 这就是某种宗教仪式上会出现的事情啊 就是说你身上有魔鬼 然后行求你 但其实你身上根本就没有魔鬼 我那时候在笑其实是旁边那些同学 他们都只是闹着玩嘛 他们可能以为就像一般的高中生 整整同学 如果抓起来而已 没有其他事要做 那殊不知星期三是认真的 而且他最后是真的要拿狼头敲他的头 对 他敲他脚嘛 还敲他哪里就是要施行 没有 他要拿狼头敲他的头 是吗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要是泰勒他爸没有及时出现的话 是不是就敲下去了 有可能啊 毕竟他刚开学的时候就放死人鱼 在同学的游泳池里面 一开始放死人鱼也蛮好笑的 对啊 这集都笑得蛮开心的 对啊 对啊 你看整部影集里面让你笑得最开心的 两个桥段一个死人鱼 一个是狼头的那一段 那两段都是这部影集里面最黑色幽默的地方 所以你是不是开始有点认同我所说的 就是他心理上里面需要更多的黑色幽默 啊好啦 对啦 也是 但其实我冷静下来想一下之后就觉得 干也有点可怕 要是有人这样对我我应该会吓死 不过如果反观来讲的话 你不觉得阿达一组的除了心理上以外的其他人就有点 普普通通吗 你说是 魔地女啊 然后他爸 还有他弟 他们几个人就好像是普通的家庭 你看哦 然后我记得第五集吧 还第六集 主要就是讲他们家庭 他爸被关的事情嘛 但是他们的反应 每一个举动都很像是普通人会做出的举动 像是他爸爸为什么问问一些要被关起来 如果是原本影集 可能他们连做炸药都不怕了 为什么会那么受什么这样 社会的规则去束缚 哦 你觉得他被关应该会觉得很骄傲 之类的 就是他对他来说就是可能很吸收平常 而且他会找到办法可以逃出来 或者找到办法可以去逃过这个结 而不是要靠他的女儿来帮忙 对啊 他可以用汤匙挖出一个地道啊 之类的 反正就是这些点 就是他们让我感觉他们就是普通人而已 不是经过什么大风大浪的那种家族 就是没有像星期三那么特别 好 那我们回到阿达一组的历史上面 他会翻拍成电视剧之后呢 他在1990年代也有被拍成系列的电影 那是由MIB星际战警的导演叫索南菲尔德指导的 那在2010年呢 提姆·波顿才从真人石牌中回归到动画 那制作出一系列的那个阿达一组的动画 我有去看那个动画 他其实跟原版的漫画 那个形象蛮一致的 我觉得 就是真实还原那个漫画的内容 那我们讲完阿达一组的演变史之后 我们来直接进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来 好 那故事一开始呢 星期三就因为放私人鱼咬霸凌弟弟的恶霸 所以被学校退学了 那星期三的爸妈就是魔地女汉高模子 就让星期三转学到他们的母校奈洛高中 那这是一间专门收益类的学校 里面有狼人吸血鬼水腰蛇主 然后呢 他爸妈就觉得说星期三会在这里找到一些好伙伴 可是星期三却非常的排斥 因为他不想要跟他的爸妈一样布上他们的后称 当初你为什么会开始看这个影集 不是你逼我看的吗 那你可以反问我 对啊那你当初为什么想看这个影集 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无聊想看 我想说 星期三阿达一族好像很红 应该要来看一下 那就一看就一直逼我去看这部影集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我后来想一想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前几个月都一直在看一些很硬的东西 应该说比较沉重 对像什么《死人魔》《达漠》 然后《黑豹》 对啊这些的影集 或电影就比较不是那么的轻松小品 对所以反而看星期三的时候 我会很轻松的去追玩 然后也不用动太多脑 然后要每次笑一笑 然后又不会说很有负担 因为它里面的安排 虽然还是有一些偏悬疑的感觉 但是整个故事的安排 它不会太过复杂 不会让你一直觉得 需要想 它都会告诉你答案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 你今天舞蹈的一个周末 想要追剧 然后不知道要看什么 你就按下去 你就会开始看 你开始看的时候脑袋也不用动 因为它什么都会告诉你 对很清楚地告诉你 对 而且其实我一开始对星期三 不抱任何期待 原因是因为最近很多 老的IP重启之后 我都觉得蛮难看 你说错了吧 应该是现在只有 老的IP重启的电影了吧 很多重启之后 我很期待 但结果就让我蛮失望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来自于 原本的IP就很经典 那也是因为原本的IP很经典 所以才想被重启 但是就是因为原本的IP很经典 所以很难被超越 今年我觉得真的有超越原本作品 到目前为止 可能就只有 他会战士 但是那个我觉得是真的 有点作弊 因为他跟原本的剧情真的有点 一模一样 太雷同了 对 所以除了捍卫战士之外 应该没有什么续剧作品 是让我们觉得 哦干 比原本的一部片还好看 因为原本就超好看 对 不过好像可以期待一下 今年下礼拜的阿凡达 因为据外媒所说啦 他们看完阿凡达2之后 就说比第一集好看超级多 还第一集没有很好看 第一集分数其实也不低好不好 第一集我觉得是动画取胜 哦对 第二集如果吸引我的话 我觉得会是在 好吧还是动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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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很好奇 他现在动画可以做到多真实 嗯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我们还专门订了 梅丽华的IMAX3D 对 这是Elly第一次看3DIMAX的电影 对希望我不要吐 我上次带Elly去看IMAX是沙丘 嗯 对那部片Elly看完之后 因为我觉得IMAX很不一样 有 但是我觉得IMAX真的很看位置 对 你说Elly狂跟我抱怨 他说看我们的位置 我以为已经很后面了 但殊不知还是很前面 就你要整个抬起头这样看了 因为我们抢的那个场次 通常都是首播的 都很难抢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那个星期三里面来 但是我自己看完星期三这部影集之后 那就说起来我觉得 他还是有很多缺点 嗯 他其实剧情上没有说到真的特别好 你真的要挑毛病其实毛病很多 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 他是轻松小品 你不要带有压力的去看这部片 你会觉得这部片 算是算爽片吗 我觉得爽片对我来说要动作的戏 算懒片 对 我觉得这就讲到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 有些人呢 他会把无聊的事情讲得很精彩 但有些人会把精彩的事情讲得很无聊 而星期三这部片就是把无聊的事情讲得很精彩 因为如果你真的去探究他的大纲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什么剧情 对我那时候在写这部片的大纲的时候 我就跟Eddie讲说实在写不太出来 他到底要写什么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一条支线 就是找出怪物是谁 然后 里面有很多支线 然后错综复杂 但其实也不太重要 对也不太重要 就是像可能他们有个小友谊比赛 然后就是他们在追谁谁谁 谁跟谁要在一起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琐事 最重要的是这种怪物是谁 怪物的目的是什么 对但是提姆波顿就是有办法把这些无聊的小事 说得很精彩 对 但可能预算不足的关系 所以很多地方还是让我看着觉得蛮逗趣的 还是觉得特效不好吧 对 还是这也是提姆波顿的一种幽默 也是有可能 毕竟最后一段 他们在复活那个阵长的时候 那个复活仪式一起动 你马上喷嚣 你记得吗 就是他那个所有的那个 那罐子下面放灯嘛 对 就是他直接把灯打开而已 直接省特效费 但我觉得这在Netflix上面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一个月才在Netflix上面花多少钱 那他有什么资金可以来做这么大的特效 哦 对啦 跟阿凡达比 那个资金真的是 天差地缘 对啊 而且你想想看他又要拍那么多部片 所以真的要拍出一个特效大片 真的有一点 毕竟资金都花在那个怪物上面了嘛 对啊 好那我们回到剧情里面来 这边我想讲一点就是 你不觉得奈若高中真的很像霍格花枝吗 哦对 你这样讲没错就是 哎不过说到这个奈若高中 我会觉得一开始我一个很疑惑的点 就是到底为什么星期三可以进到这所学校 因为我以为他们是会分类的嘛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里面有狼人有吸血鬼有水药有蛇主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这样分类的 是你只要有一点点怪异的超能力 就可以来到这 因为像是 好这边要爆雷爆大雷 就是他还认他妈妈不是海德嘛 是啊 他妈妈那时候也是进来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异类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哦原来他是一个海德 但他平常不会用到他的超能力 还有那个蜜蜂男啊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会超过蜜蜂 这个能力还蛮强的 对啊 还蛮可怕的 对 但是他看起来很无害 老实说我蛮喜欢蜜蜂男的这个角色 我知道 他算是所有角色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 他有点像是怪奇物语里面的Dusty 哦 就是看起来笨笨 但其实脑袋里有很多东西在盘算 然后他会做出一些善良的事情 很好写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讲 就是从男一 男二 男三 男四 男五 开始讲 好好好 好那很快呢 星期三就找到一个逃跑的机会 他就趁着校长带他去小镇做心理直商的时候呢 就和咖啡厅的店员泰勒达成协议 他们约好要在校庆的时候呢逃跑 但是校庆上星期三却撞到他的同学罗文 然后他就看到罗文要被杀掉的幻象 对这就是星期三的能力 他会看到算是预知未来吗 他也会遇到过去的幻象 算是预言式的幻象 反正星期三就追上去想要阻止 可是我觉得这边有点奇怪啊 如果他是一个很邪恶的小女孩 他应该是追上去是想看好戏吧 对啊 星期三这个人有点难低 他可能的想法是今天谁对他不好他就加倍疯狂 但是如果今天谁跟他无怨无仇他还是会有善良的心去帮助他 可是我现在想了一下 假设阿达一族他们是很哥德很低于的家庭 那星期三如果要当一个叛逆少女的话他应该打扮的跟正常的女孩子一样 然后讲话可能很善良这才是他的叛逆吧 我懂你的意思 就像最后那个男主角让他看那部电影的意思一样嘛 对对对他就可能像金发油雾那样 没有那个样子可能才是他爸妈希望他一样 这就是我觉得这影集里面的诟病 因为他爸妈表现出来的样子比较像是不喜欢他现在的样子 对啊可是他爸妈不是应该就是希望他很邪恶吗 对啊所以这爸妈就让我们很不满意啊 你懂吗他妈妈就是没有表现出他们邪恶的感觉 整部片里面让我真的感受到从骨子里黑暗的人就只有星期三 哦不是桑西老师啊 不是桑西老师啊 我觉得桑西老师最邪恶 啊反正星期三就追上去 但没想到呢这个罗文其实是想把星期三杀掉 因为他在预言书上面就看到星期三会放火烧的学校 他觉得自己是在拯救学校 但是呢正当星期三准备要被掐死的时候 一头怪物就冲了出来 杀掉罗文拯救了星期三 那这样血腥的场面呢就引起星期三巨大的好奇心 他就有改变主意决定留在这个耐落稿中 厘清事情的真相 诶这边我突然发现他是不是有那个啊 命定悲论 为什么 就是他没有看到预言的话他不会追上来 哦 那罗文就不会被杀掉 哦对 你这样讲没错 他的确是一个命定悲论的概念 但预言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啊 不管你怎么样都没办法阻止他 可是就是因为他看到预言他才追上来啊 对你这样讲没错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言 你总要安排一个超能力给他嘛 好啦 不然他怎么去催查下去 为什么不是别人追查啊 好啦也是 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一直有疑惑的点 就是星期三在每一集的结尾的时候都会讲 海德到底是谁变的 古老的镇长到底跟这有什么关系 还有他的心理智商是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他每一集都会有这把所有的线索都穿在一起 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纳闷点 到底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你真的我看了 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就好像是硬掰 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有关系 殊不知真的这一切有关系 但是我实在看不出关联点你知道吗 哦 其实我后来在写大纲的时候也这样觉得 你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说有吗 就是他说有关系就是有关系 你懂吗 我就是觉得干真的是通灵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明明就是没关系的东西 为什么你可以想到说 这两个一定有关系 对啊是是真的有关系 但我觉得他那里面没有让我觉得说 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啊我知道 他没有布现手给我们 让我们自己去发掘 而是他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点 星星山说这些东西有关联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看到关联的依据 哦没有线索 对然后最后蹦出来的答案 都会是那种 这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 像什么龙得毒还什么的 那个毒药 龙葵 哦龙葵毒 就像那个龙葵 我们根本不知道龙葵毒 插在身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然后突然就说 哦那他身上有龙葵 然后就去看尸体 哦真的有龙葵 然后答案就是忽自欲输了 还有一些那个东西 他给的答案很简单 直接就给你答案 像那个校长 为什么要办罗文 他就跟你讲说 因为我不希望学校 怎么牵扯到关系什么的 就直接讲了 然后这些就是感觉好像得来容易 哎对啊 而且校长有一个点没有被解决 就校长到底为什么那么恨他妈 我觉得他跟他妈之前的恨 比较像是以前同学 然后互相嫉妒的那种 因为他妈在以前 学校的时候就很受欢迎 然后常常他都没办法 像他妈那么受欢迎 他们喜欢的男生都被他妈给追走 都喜欢他妈 不是喜欢他 哦 但我一直以为校长有什么 邪恶的事情 邪恶的阴谋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我们以为这些都有关系 数字有没有关系 都是心情散缩的算 对啊 而且其实校长一个人 就可以打趴所有人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 校长的超能力带是什么 所以校长只要随时随地 然后变换成某一个角色 看听消息就好了嘛 啊 这样讲没错 对吧 就是the end了啦 这就是很好笑一个点 这个世界 应该说 他们整个耐落高中 都没有人想要调查这个事情 就只有 习近三一个人在调查 每个人都在阻挡 习近三调查这件事情 所以就让我觉得 这里面的所有角色 好像都蛮没入用 很容易就死掉了 对 认真说起来 这一部影集里面 为几个有用的人 我现在可以数出啊 一个是星际三 因为他是主角嘛 这没办法 再来是谁 小狼女 小狼女 她的男朋友更废 不会去实话别人 她为什么不去实话别人啊 要是她那时候直接把她的那个帽子拿掉 看着任何一个反派不就好了吗 对啊 或者是水要用她的超能力 每个人都有超能力啊 我什么都不用 对啊 每个看起来都很像普通人 尤其在最后的大战的时候 她那个 我以为是男的 殊不知是男主角的那个角色 从头到尾只会射箭 重点是她的尖用射不足 而且她的超能力 真的到底要熊屁用 让她买诬赖啊 被关是不是 让她被关啊 逃离一切危险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她超能力是这个是不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这样讲 各位没人听得到 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好 我们讲一下男一到底是谁 男一对我们来说 就是泰勒 咖啡厅店员 没错 那她其实 她一开始是一个Normi 正常人 我们以为她是Normi 对 但其实她不是 对 她是海德 也就是大咕噜 就是那个怪兽 嗯 然后男二呢 就是 星期三的青梅族嘛 对 但星期三好像不记得 对 然后 男三 就是蜜蜂男 我以为男三是罗文 是我以为男三是罗文 你说看完 然后我跟我在那边看 我就说 男三根本就是罗文吧 各种类型的男生都有了 那说不出 下一场罗文就死掉了 对 而且我跟妳讲 男三都超惨的 哈哈哈哈 因为最下来替补的男三 就是那个蜜蜂男嘛 嗯 对 然后他没有办法 参加到五回就算了 还被海德给杀杀了 男四就小狼女 他男朋友吧 男四应该是小狼女 哦对 小狼女其实我觉得 算是这部影集里面 最讨喜的乐部 对 我觉得小狼女超可爱的 对 这有一场是 他们进去那个鬼屋的时候 嗯 然后小狼女就 发出了那个 嗯嗯 的声音 狗狗叫 狗狗害怕的声音 对我就超像狗狗叫的 超可爱的 我觉得他超可爱 虽然我一开始觉得 你很浮夸 对 他就是那种非常乐观派 感觉是要做出 跟星期三的对比 我知道 他就是那种狗派的人 狗派的女孩 狗派好难听 犬戏女孩 他的犬戏女孩 犬戏女孩 没错 因为有些人是猫戏嘛 对 那有些人是犬戏 对 他就是犬戏女孩的 最佳诠识 而且他最后 就算狼化之后 你也不会觉得 消减对他的喜爱 他会因此增加 对他的喜爱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是要帮助他的朋友 你这就让我想到 那时候我们在看影集的时候 然后你就说 这根本就是 暮光之城 我都跟你讲说 你不觉得这部片 很像暮光之城吗 星期三就是那个 女主角 小狼女就是 在追求他的那个 狼忍 谢谢鬼就是那个 怪物 在这部片的情绪 比较不一样 就是小狼女得到真大爱 好 那我们继续 这也要为Elly一件事情 刚刚既然讲完了 到底有男一男二男三男四 你觉得里面哪个男三 先不论谁是怪物 先不论他们谁是坏人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我会喜欢泰勒 为什么 他个性比较讨喜啊 先不论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比较和善 对 然后他比较 没那么屁 跟那个男二比 或者是动不动就在那边傲毒毒 不动不就在那边生闷气 然后最后就戏仙 根本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 然后男一相对来说 就表现非常和善 然后成熟 那戏仙有需要帮忙 他都帮他 虽然是有目的的 对 虽然后面才知道他是有目的的 但是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又是一个 咖啡店店员 什么意思 你对咖啡店有什么幻想 不是 他就是一个很 文青 对 很文青 很善良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最后 看到他被安排德海德 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我觉得跟他原本的形象差很多 可是我觉得 因为海德这个词还蛮特别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部作品 叫化身博士 它是一个蛮有名的音乐剧 然后它好像是改编自某个小说 然后它就是在讲呢 有一个人叫做亨利哲基尔博士 然后他喝了自己配置的药剂之后呢 就分裂出另外一个邪恶的人格 叫做海德先生 你说他可能在自己这个东西吗 对 就是这个人可能会有双重人格 有可能耶 因为在故事里面有提到说 泰勒原本并不知道自己是海德 所以他不会变海德那样 就知道那个女魔头告诉他 他妈妈是海德 他才知道他是海德 然后才接受那个女魔头的命令 所以才开始变那个样子 对 所以我听到海德这个词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人格 或是他自己会变成怪物 那这样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他没有去好好地诉说 泰勒在这一个变成海德过程中的挣扎 因为如果他原本的个性很好 然后他海德这个怪物 是一个非常适邪的怪物 那他怎么在这个之间去转变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少了这一部分 让我最后看到他是海德 然后突然他就直接跟信息上说 对我就是怪物 还有没有要演的意思 就让我觉得 就形象差很多 他有小小的提一点 就是他一开始起来之后 他又不知道他做过什么 然后他在哪里 但后来他开始 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就爱上了这种感觉 他其实有说这样的几句话 但是这几句话 不能够说服我 就只是他说说嘛 对 因为如果跟我说 哪二是海德的话 就算很薄血 我还是会想起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是 一直被倒成凶手的感觉啊 对 但是其实Eddie一开始就问我说 他自己看完之后 他就问我说 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是凶手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回答 应该是泰勒 或是小狼女 这两个人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最不可能的人一定就是凶手 哦 我自己是一开始也觉得是难医 但是他就会故意安排很多的画面 是 这个人也有嫌疑哦 这个人也有嫌疑 那个人也有嫌疑 对 故意拍那个小狼女的爪子 然后故意拍那个心理直上师 其实有在玩鹿杀动物 有一度我真的有怀疑小狼女 因为他一直有一个问题在于 他不能成功软化 所以我就在想 他感到不是成功软化 他是软化成另外一个生物 而且校长他可以变形 所以苏丁也是校长 很多可能 这也是这部影集很有趣的点 但我觉得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没有卡奥的给我们一个答案 他给的答案就是 借由某个人的嘴巴 就突然就说出来了 对 我觉得这个点还蛮可惜的 那随着星期三 在奈落高中的时间 越来越久呢 越多怪事就浮上台面 像是我们刚刚有讲 他的爸爸高某子 其实曾经杀过人 然后呢 有人试图想要谋害星期三 可能推时向在他身上啊 之类的 星期三呢 在一个古墓前 和自己的祖先 关若英的 Guddy Guddy Guddy阿达 Adams Guddy Adams 对 你三阿达 阿达 还有那个奇怪的怪兽 到底是谁呢 然后镇长和校长 又在隐瞒什么 对 他这里就有很多问号 但是我觉得 他并不是每个答案 都回答得很好 像是镇长 他有一度在调查 他可能是真的有调查出真相 所以被撞死 但是也并没有说到底是谁开的那台车 好 那其实事情的真相就是呢 奈洛高中所在的这个小镇呢 他其实从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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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阿达一组的祖先 Guddy Adams那时代 就开始有种族歧视 多年前呢 高摩子不是犯了一个凶杀案吗 对 那其实呢 星期三的妈妈被一个糯米骚扰 就误杀了那个糯米 那高摩子就出去顶罪 但是呢 糯米一家家破人亡 然后糯米的妹妹呢 长大后回来报仇 而这个妹妹其实就是 星期三这所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 叫做桑西老师 而这个怪兽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泰勒嘛 因为桑西老师就发现说 泰勒其实是一个海德 对 他就把他变成海德 然后控制他 那桑西老师就借由泰勒来完成 他的复仇大忌 而这个大忠 也就是Guddy Adams的死对头 当初就是被Guddy Adams给封营起来 对 没错 所以他要再重新把他解封 让这个乔瑟夫克拉史东 屠杀整个一类吗 就是再继续把那个 奈若高中的人都杀光光了 对 其实有很多细节没有讲到 像这个桑西老师他们家呢 好像是这个乔瑟夫克拉史东的后代 对 好像是他们的后代 然后这个奈若高中 他这一块地呢 原本也是桑西老师他们家的 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原因 这会导致这个桑西老师想要回来复仇 那他复仇的对象就是星期三 因为星期三的爸妈杀了他的哥哥 这算是一个点啊 另外一个点在于说 这个封印要解除必须要有星期三的血 对 没错 刚好星期三来到这所高中 让桑西老师的目的可以顺利地达成 那其实阿达一族都可以用吧 他们的血都可以用 应该是都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跟他的能力 是属于乌鸦的这个能力有关系 对不对 这也是有可能 我觉得这应该会在第二季再交代 毕竟他结尾来一个那么开放式的结局 真的雷老师说一个东西就是 他的最后结尾的星期三跟 乔瑟夫克拉史东 这两个人的对决真的是有点软弱无力 他不是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打理他 他只是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方式 就是拿剑从他后面插到他击倒 没有那种史诗级的战斗感 对没有让我觉得说这个预言好像很重要 很盛大 就一开始罗文就讲说 他会跟克拉史东两个人对决 我就会觉得他跟克拉史东对决会像是 那个哈利波特跟弗蒂摩 最后那个大人在那边甩 什么去去武器走 然后在那边 你只会说这个去武器走 我对哈利波特没有很熟啊 我只觉得他们拿那个魔法棒 像是羽毛球拍一样在那边甩 我丢丢丢啊就就打来打去啊 对不对 男子单打 对啊 魔法世界的男子单打 我觉得那就很盛大 两个在那边互K你知道吗 因为魔法棒比较加成比较多 魔法加持 可以多打几下 你这样子说这个画面就让我想到怪奇物语里面 那个警长他不是被抓去俄罗斯吗 对 然后他不是在监狱里面被抓去跟那个魔兽对打 他不是也一人站一边吗 然后就拿剑这样 对那就很有史诗感 对 而且最后还莫名其他跑出一只很像亚瑟王的宝剑的感觉 对 没错没错 那个宝剑 我就是在说那个画面 就算那把宝剑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但是那一段画面做起来就是很有feeling 不像这个影集感觉 好像这个克拉史中虽然复活 但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轻易就被杀掉了 反而是小狼女跟那个怪物的对打 让我看得比较心惊胆跳 对没错没错 超级像目光之城 对至少像目光之城嘛 好啦 今天的故事好像讲得有点短 就 其实我后来查一查 真的 主线就是在讲说到底谁是怪物 对 所以就是东西其实不长 那我们也主要是想借由这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当作消磨时间 然后去拿来看的一部影集 我真的觉得还蛮适合就是放轻松的时候看 对 他不会给你什么压力 然后也不会让你看完之后心情很沉重 嗯 对 他也不会想要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啦 但看完就是有被娱乐到的感觉 嗯 好那最后我们进到评分的环节 你会给你评分几分 我会给他7.6分 因为我觉得他看的当下 我会一直想看下去 但是后来想一想 好像是因为我当下的情绪是一直想要看这种轻松 不用动脑的作品 然后再加上说大家都在看 我很好奇 所以我就跟风了一下 可是后来去看了一下 真的有看过1960几年 1990几年的电视剧影集的这些粉丝的看法之后 就觉得说 好像之前的作品会比较厉害一点 这次星期三真的有一点 不是以前的阿达一组 这样会让我反而更想看之前的作品 我自己的话给他7分吧 应该是心态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看夜剧的 看星期三这种以阿达一组为背景的夜剧 所以就看的算开心 我先不认为说他剧情上到底有什么bug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缺点 的确这部片是一个蛮娱乐人的片 而且我觉得是真的蛮适合放在影音平台上面的 而不是放在电影院里面 因为放在电影院你会觉得好像说职位票价也还好 那放在影集里面你就会觉得 刚好今天有时间就可以看一下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或状态什么 所以有看完之后也不会一直想说 那后面要怎么发展 那后面怎么 像怪奇物语我们看完第四集 我就会想看第五集怎么还没出来 像刚才看到第五集对不对 这个不会 就是让你觉得 他一个篇章一个篇章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 不错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令人意外的作品 那以上是有关于我们这次的星期三 那如果你看过星期三 然后也要对这个星期三有什么样的评论的话 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